吻吻吻 海風吹山輪 有時吻過山無吻 有時吻的流來跟山爭 親像為山來捨爭 吻 為山 為白白 夢 煙水氣 為意 甜味菜 人前的溫溫現現 是風 咖喵來安排 山那間 吻血深一潮 這幾年來 吻師匠山頂走 吻師匠山頂走 也對我們的朋友 來關心到恨心的打狗 雖然你跟我 不是在山頂上海 爺爺就是頭一會 看我們見到另外一種溫存的風采 你的水我們放在心裡 來去 講給大家知道 午後的一場雨 勾起了林毅辰老師的私信 這位財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解說義工 這個星期六 依舊風雨無阻的展開 例行性的生態教育工作 對象是國小老師 目的是深化環保的理念和土地的情感 他們把這項活動稱作愛念財山 跟各位講一下 觀察大自然 我們家有時候有機會 不是說一定擦擦 他說你有機會看到 很多看到風潮的話 火龍香腸 但是如果做在手上 那代表說他們這個東西 對大自然的意測力比我們人更好 如果你看到火龍香腸都照在手上 那可以意見說那一年的採用會比較少一點 那如果開春的時候你去白山 火龍香腸都照在手上 那有可能就你去 火龍 因為他... 他說 他說 他看你市財政皇太來吧 我跟林毅辰怎麼看 好 櫻花木 櫻花木 然後現在... 不要把它折壞了 不要把它折壞了 看著那個... 他這個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那是橫破面 把它擠當中的 對啊 有一個像擠花花瓣 沒有上鏡頭啊 沒有破壞的嗎 對 這完全是 他就是可能橫在這裡 那有些人就說 擋到我們人類的路嘛 就把它砍了 其實很多地方 我們是覺得說來到大自然 那這應該是他們的家 那我們公生一點嘛 屈生就可以過了嘛 何必傷害他也許 五十年以上的生命啊 他的吧 誰的 沒有人要動 我就只要懷疑 在每個人的胸衣 都順在熱水平線 會被忽然的海洋 悠悠在其中的雨群 藏過在黃河體外 藏性綿果 描繪著避海的境界 他也不滋在海的地方 一詞 異宇 品味道 有些人的感覺 安藏 這種人的感覺 或者就是 哪 太人的感覺 台湾是一個很好玩很好玩的地方 但是台湾是在台灣 尤其是對台灣迷猴來說 整個歷史的背景上面都是一個 很有一個歷史上的意義的地方 那個台灣迷猴跟台灣很多種動物的命名 都是被一個英國在那個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一個副領事 叫俗英猴的人命名發現的 那在Swinghole到台灣的旅行紀錄好了 或者是他的筆記裡面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他是說剛船行過台灣南部海峽的時候 然後在當地人稱作圓山的高位珊瑚礁的礁石上 可以看到猴子在那邊跳躍、彎耍這樣 所以他第一眼看到他是在珊瑚礁石上 所以他的英文名字把台灣名猴叫做 Rock Monkey 延時的猴子 然後後續他到了台灣 然後做了採集把猴子帶回英國 然後再經過一些比對 發覺他跟其他的猴不一樣 所以給他一個特定的學名 然後變成台灣一個特有種的動物 所以在台灣猴這個命名或被發現的例子上面 因為他柴山就是一個第一眼讓猴看到台灣猴的地方 然後再接下來 而且那個地方一直都被人家叫做猴山、猴山 這裡是高雄的柴山 也就是清朝時代漢人眼中的打狗山 日據時期日本官員口中的獸山 以及國民黨為蔣介石駐壽用的萬獸山 而高雄人最引以為傲的就是 他們在這裡率先建立了 人和野生動物直接親近的模式 那我自己到台山大概五、六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很驚訝說 原來在台灣還有地方猴子就在你的腳邊上你看的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很驚訝 而且我有到過日本啊 一些其他地方去看過一些會接受 會有人餵食的那種猴群 那樣的感覺的話 你會覺得台灣猴子比較有氣質 不太甩人 而且不太兇人不會傷人 然後即使你給他東西或怎麼樣的話 他表現這個很平衡的態度 因為其他地方有一些那種猴子 跟人家拿書的時候是很兇髮 很粗魯的 那台灣猴子就覺得說你氣質不錯 那可是那個的狀況是在跟著這樣幾年 我持續一直有機會常常都會去台山看的話 你就看到狀況好像是越來越糟糕了 然後接著下來有各種不同的人上山 去從事不同的使用 有的人為了泡茶 有的人為了休息 有的人為了服務人群 有的人為了運動 然後各種不同的使用上去 有的人為了餵猴子 有的人為了保持一些地方的清潔 趕猴子 所以各種不同的使用進去 而且那個速度就變得越來越快 就好像台灣的人口的成長漆地破壞環境的惡化的問題一樣 都好像是一個指數型的在那邊成長 然後那明明猴子其實是跟人同樣是領長類 所以你就覺得跟我們同樣 同樣這個分類背景的一種動物 在一個孤立的漆地裡面 就好像台灣人局現在台灣上面一樣 然後接受著過度惡化的這個 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這個環境的惡化 就好像我們台灣的環境一樣 然後被壓縮在那個小小的空間 大家都緊得很密很密的緊在一起 環境惡化之外也因為這個環境的惡化跟這個空間的壓縮 然後猴子之間距離也被壓縮了 然後猴子之間的爭鬥就變得激烈了 就還是好像台灣的社會一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你在看台山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是一個電影的快轉 在那邊播放台灣的故事 那台灣的故事可能是從更早以前然後到現在 那台山的故事可能是從Swinho看到他的那一眼開始到現在 然後就看到滿山清脆的這個地方 到上面開始步道上去 去散道上去 涼亭上去 水泥上去 然後猴子本來是慵懶的 散的坐在各個礁石間 然後被壓縮壓縮最後全部都躲在這個涼亭裡的桌子上 然後人的腳邊 然後餵了一點點的花生麵包丟下來 然後打得到破血流 我覺得是很像在看我們自己的故事啦 那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滿悲哀的一件事 那如果從這樣子看到的東西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讓人回頭想到說 柴山怎麼了 或者是我們把柴山怎麼了 或者回頭再跳回來看到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地方給怎麼了 來 我覺得… 所以這個身上是寶貝 對 線上就是有出 Resource 對… 對啊… 對… 對… 你怎麼這麼說 這個整個茶参 都是這種珊瑚礁 這就是以前我們地殼變動 從海底擠上 珊瑚礁在世界上 算是很稀奇的地質景觀 並不是說到處都有 並不是到處都有 第一它的條件 以前大家在海底的時候 水很清澈 溫度要在18度到25度之間 所以我們在世界上 有珊瑚礁原的地形 以生態學來說 是一個生態的基因庫 生態基因庫 而且很豐富 每年齁 每年齁 每年這裡發展出來的生態 會讓你感覺到很稀奇 因為不曉得明年 又會發現什麼新的品種 你們現在注意仔細聽齁 現在在叫這個聲音齁 我們都把它命名說 台灣的南高音 這個是台灣化美 台灣化美現在在叫這個是男生 女生很溫柔 女生不叫 儘管你男生去吵去吵 讓你去吵 很好玩 很好玩 我等到這邊人去吵去 請問你 我聽到這裡一起吵 正題 我有什麼好畫呢 我們先去吵 我們先去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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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荒森後殼樹 你看它這個荒森後殼樹 一種樹枝就有一種糖 它會來吃 這就是一個生態十年 這種樹枝很可愛 你起頭有一點糖 你吃它會怎麼樣 吃得覺得很厲害 它自己會產生一種化學變化 它會發出一種氣味 柔酸 這種柔酸它發展出來 這個荒森後會變得很難吃 那糖就在這裡聽說 這個荒森後我會來吃白糖 這樣它的生命就更保存了 說 整體這個自然生態 你才會覺得說 每種東西它就為 自己一個生命系統的發展 哇 很好 初步估計 台山的植物有六百多種 鳥類近六十種 豐富的生態體系 加上餵食彌猴的樂趣 台山擁有了全台獨一五二的生態魅力 而這也註定了它將承受 不與倫比的油氣壓力 我們那個時候大概是在82 83年 我們連續大概做了兩年多 那我們當時的動機其實很簡單 一方面就是 因為那個北壽山它開放了 開放了就有很多人進去 那有些人就擔心說會 自然生態會破壞 那到底有多少人進去 當時沒有人知道 整個研究的結果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來北壽山的人 大致上我把它分成兩種不同的人 一種我把它叫做經常性的訪客 這種人就是 他有的天天來 他來的很快 去的也很快 他比方說早上五點鐘 他來上去繞一圈就下來了 回家洗澡上班 這種人 那也有一種人是 這種是運動型的 身體健康型的 另外一種就是年紀比較大一點 他也是四五點鐘 一群一群的就來了 上到山 就是大家嘻嘻哈哈的聊天 然後可能就會帶了一些吃的 最先是帶吃的 後來就乾脆把那個什麼瓦斯桶 鍋碗瓢盆 通通也帶上去了 就在那邊煮起粥來 這個 這個 聘筒 等等之類的 就變成他們的一個那種 一個小團體 一個小團體的一種聚集的場所 那這種都是屬於常客 都是屬於常客 所以我不把它們定位成 遊客 因為他們其實不是去遊 他們其實就是進去 那還有一種呢 是比較在假日跟週日 來的這種訪客 他這種比較偏重遊客性質 他就是聽說北壽山 比方說猴子很多 聽說北壽山的這個景致不錯 所以他們就特地來這邊玩一玩 這些呢 有很多甚至於是包遊覽車來的 大家一起乘群結隊的上去 我們當時大概調查的結果 週一到週五這種非假日 大概每天上壽山的人 不會超過北壽山 不會超過三千人 那假日或者說是週日的話 大概是在平均 大概是在六千人左右 所以偶爾有一兩次是上萬 那是很少很少 好 我們每天都要去做運動 我有人對著 公仔小山頭 我本人去的 在做這個爐的 然後藏群 這樣嗎 七十八年 我們都在這裡一直做 做到這個 現在我們在那裡 有一個 一個小桌 小桌跟我們做在做 然後這桌子 桌子 桌子 正說專門這裡桌子 沒有 這有時候這個政治 你如果所有三位說 我們在那裡 看到這桌子 就能夠穿山 現在這家裡 都很清潔 現在又做步道 我們現在現場 在做步道 那你現在建復去的 怎麼來 建復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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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桌子 你待會開 我們就在那裡 工作了 這個比較近 你如果拿東西開 我希望說 大家都做得好 不是我做得好 要大家做得好 做得好 環境 我們八山 看起來更清潔 八山更容易 當初是七十八年 我們 因為剛才開封 那時候就算 半開封 還沒正式開封 正式開封 正式是七十九年 六月才算開封 對 正式開封 這八山都很清潔 我便在這裡 拋不住 不住 我便在這裡 好 再見 好 你去的地區 你先說 好啦 我先 本來先 二十千 你先說 你先說 像草山 從民國七十八年 才去開封 之後 就 漸漸 很多人來 因為當初的人 沒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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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吃好的地方 還可以運動 還可以休息 還可以來吃 多鹹料 還可以爽口 現在有些比較老的山羊 就感覺說 哎呀 這是人家來 你看這樓 像這個桃 樓都會骨子 那些老山羊 你看這樣 不然找山毛 來泡 你看包括蜂蜜 這樣把它補給好水 好水 這就是很富裕 現在我們來看 你看那桌子 那桌子 比較厚 他就感覺說 如果人家在那裡 會飛什麼 所以我買來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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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安全 這就是 我們社會一般 人民主動 會去想要幫忙 這個人 這個桃 其實就是 這些人在保護 我他串 從沒說 這個步驟就是 有一個組織 這樣而已 除了生態的特色之外 高雄市民的熱心參與 所形成的市民主義 也是台山的一大特色 這條山是真好啦 不過一些應該做的空間 應該要做啦 因為這條山是第一島啦 對啊 這大家本手 我看看 這用多少 這大家盤上去本手 我也是盤上去 我不是盤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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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政府 好啦 你叫的 根本是政府他不在地上去 還補這個份子 這都是我們民間自己的領域 對 前往那裡有沒有 去那裡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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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那種大棟的 你比大棟的 那裡那裡那裡有四季 那也都本了 你去做什麼 去那裡有什麼 都本了 都本了到阿哥 這個桿子給它拔一下 把它拆下來 讓它拆下來 讓它拆下來 這個拆下來 拆下來 拆到這個村廳高 我現在沒有在那裡管 那整個村廳 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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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拆下來 這很漂亮 市民主義 它的一個心 其實從另外背後的 一個意義 是它對公權力的絕望 有時候我會 我會用比較不同的方式 去支持 為什麼你要是市民 市民它事實上 誰都是一個監督的角色 既然是一個監督的角色裡頭 為什麼還有所謂的市民主義 從另外一個方面講 就是說 對 當公權力不喪的時候 就需要市民去填補一些公權力 公權力的不足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台山它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縮影 就是說 所謂市民主義就是說 我們要來愛這個台山 事實上我們要愛來愛這個台山 可是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去愛它 我們要去餵猴子 還有夏天的時候 把那個葡萄河結冰 因為它怕猴子熱到了 諸多的一個情況 讓你看到有一點點 不知道如何去講它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跟它解釋 你跟它解釋了 它跟你吵架 才會跟人家 餵養猴子跟人家吵架 已經不下一百次了 不下一百次了 好 誰要來教育它 這個時候是不是依賴 有正確觀念的這個市民主義者 去教導錯誤的市民主義者 來 妹妹你慢慢來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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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了 來 來 小心 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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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騎 不要騎 這裡牌 那我牌 不要騎 他可以騎人 他就這樣 對 不能騎 要騎都騎 來 來 快點 來 這個三紅 這樣喔 這個三紅嗎 這個三紅 把我們找一場 我們來哪家四年了 這幾年了 這幾年了 υτ 1976年了 你為什麼八年賺到的環境一知道 所以不一樣嗎 有比較好嗎 這邊比較好 因為我們想到那高安 市場材料 我只要整個都說白癡 你用養養養的問題嗎 對啊 養養養養的 養養養應該沒有養養 那讓他做了 養養養的 一養養養就白癡 都沒有時間 我們要爬菜要愛菜 對啊 要愛這個美麗的 好好的這個 大家怎樣呢 我剛剛講的 大家想 對 這個就是很好的心態 我們自己開啤一個地方 我們開啤好大一個地方 平手自己開啤的好 中華整個地方 我們搞得很優美 好的 不要浪費 謝謝 謝謝 你浪費 我帶你們去新新洞 很漂亮 新新洞 新新洞 怎麼去 好 以前 這都... 這都... 水到這裡 這都水到這裡 這樣都用卡的 我把這個 這裡一塊再大塊 這塊以前我們跟董哥一起問 水到這裡 這都用卡的 這塊 這塊 這塊我水到這裡 這樣印順順去香港 這塊裡面 差不多青五十色 很漂亮 還有... 還有那個瀑布型的 還有柱狀型的 當然啦 找到東路族型的 也有九條 可能是太近了 太明顯了 就是... 我以前把土海 像這裡 這裡 這裡有做一個 小蟹 這裡面都砍火 砍火 砍那... 像地點的那些七彩莊 砍火 砍在裡面 那裡 剛才他拆 那些要排 就有一個 較有心的山羊 看到 這樣卡電給我們 我們翻臉 我家的那個 古山風舊富民就這樣 那邊抓 叫掃魚 他可能就是要用這個 啊... 現在用一個卡拉OK 泡茶 啊... 甚至... 他才會用這個東路 我們這樣做到 會變成色情 你看這個 齁 這桌子已經有成功的經歷了 啊... 這裡齁... 我們在手工家 帶一個三千六個票 那邊下去出面 齁 你看 齁... 啊... 這就不是這裡的東西 啊... 他就是要用這樣 啊... 你... 叫所有人 你會去把他拆這樣 喔... 比方說你拆這樣 啊... 啊... 我過來百里就拆掉了 啊... 啊... 那幾年啊... 這兩三千六個票 都拆掉了 都拆掉了 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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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過去了... 所有的專責機構 依舊毫無成立的跡象 根據初步調查 82年... 違法限蓋的休息區 約有四十幾處 而目前... 則多達... 近兩百處 就在這... 短短的幾年內 我們看到了... 市民主義的扭曲 正加速著... 生態環境的破壞 什麼時候我想... 你知道這個破壞啊... 我一直... 我一直在... 也... 經常在不同的地方呼籲啊... 我們這個破壞啊... 這種... 經常性的訪客啊... 其實... 有蠻大的殺傷力啊... 就是剛才我講的那種... 一群一群的... 蠻愛好自然 願意上山來... 來這個... 休閒... 社交... 順便健康身體... 這對他們來講很好 可是他們的作為啊... 就有一些... 值得去爭議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他很喜歡說... 自己找一個... 比較... 隱密的... 比較這個... 景觀... 比較好的地方... 那他就會... 想把它人工化... 把它... 水泥也搬上來啦... 這個... 磚頭也搬上來啦... 把它這個... 原來的植物啊... 那些樹木啊... 要把它砍掉啦... 然後種一些... 自己喜歡的花啊... 什麼... 他覺得這樣子漂亮啊... 他要把它... 人工化啊... 適合他的... 他所喜歡的那種... 美的那種方式... 然後呢... 他們聚集在那裡啊... 他們會... 剛才講說... 他們會自己煮吃啊... 弄喝的啊... 等等這些... 事實上這就是一個... 小的破壞... 啊... 這個一種小的爛肯... 那... 當... 很多很多小的團體... 都在這樣子做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到說... 哦... 原來我這個地方... 已經不再隱密了... 不再那麼樣子的... 以前那樣子的好... 所以他會在搬地方... 他會往裡頭搬... 所以我這裡可以蓋一個休息機... 給...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這邊休息... 他的觀念變成這樣... 這個是我的... 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就是可以怎麼樣...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 今天... 所謂市民主義不是... 以你個人為主... 而是你到這座山的時候... 你要... 市民主義就是說... 你要如何去保護這座山... 當你要保護這座山的時候... 我今天就是以財山為例嘛... 你必須要站在這個山的立場上... 去想這座山需要什麼... 而不是去想說... 市民主義是... 只有想到人需要什麼... 這是很大很大的誤樣... 為建的問題... 並不只是... 隱藏在山區內... 財山的外圍地帶... 也同樣是... 眾多利益糾葛之所在... 即使是... 學術地位... 十分崇高的學府... 也擺脫不了... 本位利益的思維... 我們現在看到這兩棟建築物... 是中山大學的那個... 新建的校舍... 我們要質疑的就是說... 在這座山上... 以目前財山的那個... 地質狀況來講... 我們覺得根本不適合... 在這邊蓋這麼大型的建築物... 財山是一個... 我們剛剛有談到說... 是一個高雄... 最重要的一塊綠手... 這個在全台... 它的生態意義上... 是絕無僅有的... 因為它... 就位在城市邊緣... 大概... 30分鐘內... 任何人... 從高雄市區... 都可以到達這座山來... 而且它又保持得... 這麼完整... 是台灣低海拔的山區... 或者是整個高位珊瑚礁裡面... 保存最完整的區域... 那它在這邊大興土木... 其實做了一個... 非常不好的示範... 台山舊部落... 舊稱... 海拔村... 緊鄰中山大學... 行政編制... 屬... 高雄市... 古山區的... 桃園裡... 約有... 一百多戶人家... 目前... 被劃入... 軍事管制區內... 並且... 強制規定為... 禁建區... 我們這裡酥基... 從以前... 幾百年... 從以前... 一開始都靠... 濃厚屋... 和... 兩家生活... 現在... 近海住院都沒有了... 汙沾... 以前... 我們庫庫時... 有一個汙水... 都在高雄港的高雄港,你出來嘛 現在比較有做污水處理場 現在水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那海人也沒有,所以你現在高在這裡 我們現在根本沒有這麼大聲 人家要靠著靠著靠著要養死 所以要往外面找工作 很多現在高雄市民的人覺得 我們住在這裡很好的人 他沒有覺得我們那種是走過的 都很幸福 那種是沽風的關節 沒有一個高雄市民在生人 那邊的時候我們真的去跟他抗爭 我們剛才一旦要抗爭就對了 都要撿過他們的關節,就要撿我們那邊 如果他這樣很簡單 我們這熟家公、水公 他都不給你聽 水湯,我們的水湯 我們早上就經常在蒸水 經常在蒸水 載水塔進去,他也沒有要載到 那你說我這裡這個地方 其實我有什麼煮煮的鹽 比這裡高,比這裡高,比較不如 今天五月,在民間環保團體的運作下 市政府依法拆除了桃園裡的一處大型違建 不過面對該外來勢力的壓力 執行的過程並不特地 這裡有鐵門的話 通常只是表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還會繼續再蓋 因為如果有鐵門的話 他就會禁止 你看像在如果我們要出進去的話 根本都不太可能 他們在裡頭再繼續做什麼勾道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今天他們都是利用這個樣子 先把這個地方擋起來 要表示這個地方 這裡是國有丁 那不是他們的土地 擋起來了 誰都不准進去 其實我們都可以 光免堂皇的進去 可是我們今天都沒有辦法進去 他們在幹什麼 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沒多久 這一棟的拆掉別墅一定又蓋起來了 一定又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當初市政府來拆的時候 拆了 我們費了那麼大的勁 把裡頭的違建給拆掉了 為什麼這大門通通都沒有動他 你這不是變相的 允許他繼續在裡頭亂搞嗎 我覺得市政府的這樣子的行為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疑的 他們是都個案在掌對的 他們都個案掌對 他們不是說 通案說不行就是不行 你如果是中山大姐 要起來那裡 整個三個都被拆到那邊 他們在去 他們也在拆到一聲 我們茶山 如果蓋一支條子 他都把這個顛倒是非 他在保護的時候 都說我們茶山欣贊 國有地 為爛肯爛劍 有的不的 其實高雄市 他誤導高雄市民 高雄市民 他們的信賴是說 你們茶山人真的都在這樣 爛肯爛劍 都在這樣 破壞整個台山 其實你們起來 我們在看你們這裡 我們這些都嚴友的 都舊友 祖先留下來 然後修建 我們根本都沒有去破壞 所以高雄市民都說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破壞 我們在這裡 其實都不行 現在 他們都這樣說 高雄市民 他不瞭解 我們不是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先有國民黨 先有國有財產局 先有中華民國在這裡 我們後來 他們本來登陸的 國有財產局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你說我們 親戰的這個有道理 因為 有你們 我們在這裡 因為是先有 我們冷靠過來 有在我們這個基民的時候 你根本中華民國 還沒誕生 是我們安裝的 國有財產局才讚 我們一直呼籲 一直要求 你說你政府定定一個規則 來反遊戲規則 來反尊所 我們不是不尊所 這個遊戲規則 是你沒辦法反情報 那你是怎麼說我們語法 我聽說 出了三年的時候 那幾年 訪問市政府 市政府也沒有跟我們統計 郭宇財產局也沒有跟我們統計 他也沒有跟我們統計 他有跟我們統計 他就說 我還是要讓我們安裝 跟別人買 對不對 還是要 還是要 他說 我們這裡的百姓 我是要跟我們安裝 有 沒話說 他在進去 五十歲 他也是想像 一樣 一樣 這以前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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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八年之後就有了 三四八年之後就有了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想法也就是 能夠讓自然的回歸自然 能夠讓人的回歸人 就是人跟自然的東西 你可以共存 但是我們如果說有一個法可循的話 而不是說 以前怎麼樣 我現在就怎麼樣 要追溯到以前的話 我是 某某某某人的後代 他的一切成 那個成就 他的一切財產 是不是有 從夭由我來繼承 這個是追溯到太複雜的狀態 所以說我們以 要保存現況 要保存現況 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當然 法的問題 要由法律來解決 法律來解決 法律有些是 不追究既往 它是 從這個現實狀況 來做一個評斷 我想 針對這些複雜問題的時候 就像我有一個學生 在上過我們這個生態 保育生物學的課程之後 他就會跟我們說 老師 我們講生物的問題 講生態問題 有條理脈絡可虛 但是一切到人的關係的時候 非常複雜 的確是如此 因為人的關係的時候 先上一些利益的問題 一些利益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就需要有法的人 學法的 或者是以法界的人 這個力量 來做這種處理 所以這方面的話 我們是支持政府 以法律的 這種行動 來做一些 很明確的規劃 人的利益 是很短暫的 我們學生態的人 有一句話說 人在地球上 所製造的一切 到最後 都是鮭魚垃圾 所以我們叫做鮭魚垃圾 然後鮭魚垃圾 那一切都不成功 你會站起來 叫不著 我來 我咋你也來 一天都沒兩座 在這裡做很座 在這裡工作 才有興趣 不要不要 不要這樣說 你說八這座怎麼久了 我八這座 八二十幾年 八二十幾年 這開陽之後 開始四十七年來 八開陽我來八四座 以前是八點 八點是怎樣 這幾年 差不多八、二十幾年 你覺得這反平衡有變嗎? 有喔 變了 跑得很近 因為這個頭領旅行很厲害 所以他做巴拿鐵的補播廚 我要問那個旅行 浪墾啊 像得孫不接近 他也是在歐 台灣人的公德心事在哪裡 沒有辦法 心靈改造 你回到那個總統說的心靈改造 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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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做環保之後 有一個很好的身份體會到 你如果做環保 越了解的話 你會有愛心喔 去年上的平安的衝刺 精神的一家衝刺 我現在做環保 現在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嗎? 很簡單 很簡單 我一年八頭五百歲 一時的報仇 八頭五百歲 八頭五百歲 八十九十十年了 這批三十年了 報仇 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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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來處理 公辦每年 還是要怎麼規劃 最好是 目前最要求 要有一個公司 警察庭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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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要緊現在就要這樣 目前 阿嬤 不要想規劃說 你還要做 那些小小年 那些年都沒有做 這批三天 這批原公園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要這樣做 那一批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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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魚 那些魚 那些魚人這樣開 這樣開 全部都沒有 對不對? 是住宿嘛 那些什麼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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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山 每一個違建 都代表著 植物生態 和動物棋地的破壞 而台山生態體質的 日漸衰弱 也將加速 外來利益團體的入侵 如同台灣綠地的不斷淪陷 台山蜜猴的基地 也持續遭到佔領 從這些蜜猴的不幸當中 我們彷彿看到了台灣人的悲哀 台山是真的是一個很隔離的一個隔離島 因為它一邊就已經是海了 然後另外一邊都是高雄市的 所以那邊的猴子其實是出不去了的 我們說以一個天然的猴群來說 台山的猴子其實是沒有未來的 以一個天然猴子來說 台山的猴子 它是不是還存在那邊 對全體台灣女猴的存在來說 已經不是太重要了 那所以它的存在反而是變成是 對人能夠從中間獲取到一些什麼 或感覺到一些什麼 可能反而比它對整體台灣女猴的衣 更大一點 所以如果在這樣子的角度 如果人願意去想它 然後針對著滿足人的這些需求 對於那些猴子要做什麼後續的處理 你是要怎麼樣適當的年代引入 怎麼樣的個體 帶入一些新鮮的基因進去 讓他的族群不會有這些 這個議程上面過分均質化 或者是惡化的狀況的話 那完全是看人後續的 對那個地區指引管理 跟對那個地方長期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再採取適量的手段 可以去想辦法解決的 除非說高雄是哪一天 因為某些原因已經廢市了 然後這個高雄跟這個 這個什麼山區的這個中間的基地 全部雜草重生長起來了 樹再長回來了 猴子可以就這樣兩邊移動了 不然的話可能才三就變成 一定得以一個人力介入的方式去經營關 一定考不了的 或者是因為持續的這樣子下去 到最後猴子整個地區沒有辦法 沒有地方可以過日子 然後整個毀掉 讓完全變成人的地方 變成高雄市的一個延伸也是有可能的 其實柴山 它的確是一個台灣森林的一個所影 而且我可以給你保證就是說 柴山相效我們現在目前森林所造異的問題 柴山已經好很多了 為什麼好很多 因為柴山它小 我們看的地方 幾乎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監督得到 哪裡怎麼樣 我們可以馬上反映出來 可是這片台灣的整個一個原始森林 它不是我們很多人 每一個都會去看得到的 所以有山老鼠在那邊砍樹 包括公務林務局他們自己在那邊砍樹 就像七蘭山一樣 你進得去嗎 你進不去 它不像柴山我們進得去 我們可以拍照 可以證實它在那邊從事破壞 事實上 財商跟現在台灣的森林比較 它是有被照顧的比較好的 它可以馬上產生即時的壓力的 它小嘛 因為小我們都可以去兼顧得到 都可以去兼顧得到 但是它今天情況 還是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看光一個解說牌 因為解說牌有效益的作用 光一個解說牌我們喊多久了 78年結束之後 假設我們從81年82年喊 喊到88年幾年了 6年了 解說牌有沒有 沒有解說牌 解說牌那麼難嗎 不難 不難 不難啊 生態調查幹什麼資訊 我們都可以提供啊 也提供了啊 他們想不想做 不想做 一個小小的範圍 他們都不想 都不想做了 能夠不做盡量不做 可以預估的就是說 以台山目前被保護的狀況 它是這種樣子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的森林 你看它 你想它現在是什麼樣子 只有一個坦字可以形容 我想很難用一個坦字 可以 很難用一種形容式去形容 我們現在台灣森林的祕密 對於台灣整個生態環境來說 台山是一個縮野 也是一個指標 如果我們連這樣一塊小小的綠地 都經營不好 那麼我們很難想像台灣的環境保育 究竟能有多少希望 我記得是在差不多五年前開始 高興市政府建設局 就已經不斷地在做規劃 不斷地在做設計 怎麼樣把這個自然工業要建起來 建起來 但是現在已經是兩任市長了 好像已經是三任建設局長了 三任建設局長 但目前這個好像還在上階段 所以 身為高雄市的居民的話 我們也非常地急 認為這個是非常地急切的事情 因為是 跟那幾居民越拖下去 人所干預的事情越來越多 造成的危害會越來越不可恢復 有部分的地方的話 是要做一個定點的 定時的風扇 區域要封閉起來 為什麼要封閉起來 因為要讓山休息 你這座山一定要休息 就像日本一樣 他們為了要讓山休息 他們就有演化出一種傳說 就是說 冬末春天來的時候 那牙開始發的時候 是狐狸嫁女兒 所以這個時候人不要上山去干擾到他們 這是一個神話的傳說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說 因為那春天牙都冒出來了 人上去碰到 他是最容易被破 很脆弱的時候 你人不要去踩 不要去碰他 讓他好好能夠生長 所以到現在都有他們的一種 類似這樣的一種地點 今天如果說 你要去解決財産的問題 你必須要跟著 去解決高雄的油氣問題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 讓去疏解油氣的 油氣壓力的一個地方的一個設置 這個時候 才三才能夠 第一個 你讓他休息 你讓他休息 第二個 可以讓我們能夠 緩慢 減緩一個小步 小步 就是說有時間去做 一個比較軟體的一個規劃 像高雄市 高雄市的綠地面積 我們也做過調查 我也做過調查 公園綠地的面積 平均每個人的所分配到的 是嚴重的偏低 比起台北來 大概只有台北的四分之一 台北比起國際都市來講 可能只有人家的這個十分之一 甚至二十分之一 那我們只有台北的四分之一 所以說我們是非常偏低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台山這樣子 或者瘦山這樣子一塊 這麼大面積的 一千四百多公頃的 它這個功效是非常好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每天有三千多個人 你看他會再利用這個山嘛 對不對 他的功能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有這個 他有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他覺得這樣子是對他 生活品質啊 他的情緒啊 心裡有所幫助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重要性其實是 無庸置疑的 我們一定要肯定他 那就是說怎麼樣去保留他 或者讓他減少破壞 所以我其實我還是 希望說能夠有一個專責的單位 他來負責 那剛剛這樣子的一個專責單位 他 我當初設計的是一個 一個委員會的性質 也就是說 他本身是 不是一個很傳統的公務的官僚體系的機構 他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公家機關 但是他要容納比較多的民間團體系的專家參與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團 因為在我們做這個自然保育的這個方面 從管理角度來看的話 團自然保育它絕對不是一個透過行政官僚體系可以做得好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他必須就像我們講的 他必須是透過一個共同參與 大家都要提認到說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要好好地把它保存下來 他才真的能夠被保存下來 在各方引領期盼之下 官方是不是能盡早定出辦法 拿出誠意和魄力來解決問題 依舊是個未定之處 但我們也並非無法可循 不要忘了 早在人類出現之前 地球上便存在著一個根本大法 那就是 自然平衡法則 當我們面對一座山或是一棵樹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國外唸書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教授 他有一個觀念 影響我很深 我本身是學法律的 那有一次他就指著創外的一棵樹 問我們那個是什麼東西 樹 你學法律的人不應該說那是樹 那想想看 那時候我們在上的是公法 也關於是一個獻法 獻法方面的 它是 什麼物 什麼法律名詞從我出來 結果他笑一笑就說 你們慢慢地想 下次你們再告訴我 後來我們回去想想想想想 然後最後的時候 誒 教授後來給我一個答案 說那個叫分存權 那個叫生存權 那個是所有生活科學的一個最高的一個基礎法則就在那邊 當大自然界的一個自然平衡法則被迫害的時候 表示你的生存權會被迫害 所以這一棵樹的代表是一個生存權 而不是一棵樹 它不是數字去算它 它不是數字去算它 當我受到這樣的觀念的影響的時候 當我回來再看到整個生態的一個迫害的時候 我不會從一座山去看它 我看到是一個生態面的東西 當我看到是一個生態面的東西的時候 我開始學會從一座山的一個立場去想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一個對待 它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一種尊重 而不是從我們人去想 你的肚子是正常交流的 khz 歐異 凡事縣 你叫剖在牆壁走 突一聲 那搭在牆壁走 圍延 坐著手 我看一下,我會是中間那一個,不是最新的那一個 你們小心喔,會這樣嗎? 我...我不要要這樣 來,小心 手小心亮著 前面還要好轉身喔 轉身好了 前面有給我轉身好了 對啊 你申請重金放就要靠手了 對,對,對 你來,按好腳去腳上 接著手很不好 你先別那麼敗 你踩旁邊一點 踩旁邊一點 那麼目前我們所看到這個東西 那就是活化石 差不多在資料上顯示 有三億五千萬年前的那種活化石 比恐龍來到這個地球還要少 那它在柴山上面被存活下來的話 其他的物種,我們不談它 那就是光有這麼好的這種 中業界存活於台山 跟我們高雄其人建立親近 所以說可以說這是我們高雄人的教 但是另外一點比較心痛就是 在最近我們台山自然公園出信會 在大情節做的時候 往往我們都把它不介紹它 因為不是它見不得人 而是因為公留它民主尊貴 因為三億五千萬年前來到這個土地之後 這種物種歷史 變成很多人 我們的觀念就說 這就很薄 就馬上發生大量被採集 其實說實在 你要去買一張草 加一支手掌 你要思考看看說 我憑什麼能夠這樣做 我憑什麼錢 不是研究工作就很偉大 你是不是真的有 對它有幫助 對研究上有幫助 套一支陳立宏教授所講的 要做什麼事情 要採用什麼主園 可以拿房子收帽 有拿後台收帽 這就是永續經驗 風吹炒雞 油油爛爛 酒酒店最高店 看他全身背上高望賞 春一嵌一嵌一嵌人家人家人家 黑嘴皮仔最新軟入草仔香 全身倒掉精神的黑黑在炊糖 大人、小人 新手要來穿梨子一人過一人 看他全身穿梳子一人 其實最小看一千杯不白 目酒更不難 聽到山片船來七七紗爛聲 真好奇到底是聲不聽 心裡很看 原來是這幾家雙伴伴 就是雞肉站到競爛 像來,如果有聽到梨子聲 不用怕聲請你先拿頭看 是不是有紅水黑手的行李 口仔聲一輝離 不用看聽聲就算了 入到這個千山坪 只想看到清潔水土腳痛 有腳不痛人 但有行就到扮家姨媽上走去走 前面上黑手沒有藏起來 感覺很痛 起到逆風二杯 心形心情放風吹 自由自在在當下 杯啊杯 隨到它逍遙自在的形態 在風中飄搖 我們體會人的客氣萬種水 所以我們的心也是要杯 想要水到清風 水到火香 來杯過它的門湯 杯過它的頭髒 räング近式